豪華的飯店大廳成了一片汪洋 还有大片浮冰不停飄进来 进入夏季气候的南非西北省 当地时间周日 却遭到夹大大冰雹的暴风雨袭击 知名度假中心太阳城受到影响 许多酒店建筑严重损坏 同样在南半球的纽西兰 也遭暴风雨来袭 北岛短短24小时 经历27000多次落雷 造成停电 也严重影响空中交通 好大雨导致奥克兰市区大淹水 气象预报还表示 接下来两天 纽西兰南岛也可能短时间就降下好雨 北半球的罗马尼亚则出现暴风雪 造成路上交通大乱 数十人发生车祸受伤 当地部分机场和火车站也因为积雪影响关闭 全球各地极端气候出现的频率增加 带来的影响也更大 令人担忧 大海新闻正宇权编译